欢迎大家收看李克强去世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李克强被习近平边缘化的前中国总理去世 前中国第二号领导人李克强的突然去世震惊了许多人 对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的反应 李克强逝世心碎离世 请大家收看 李克强被习近平边缘化的前中国总理去世 BBC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享年68岁 他曾被视为中国未来的领导人 但被习近平总统超越 李克强是一位经济学家 曾担任中国第二高职位 但在中国最高领导层中越来越孤立 他的趣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个温和的声音 使习近平总统能够行使更多的权力和权威 李克强在中国以外最为人所知的是李克强指数 这是一个对中国经济进展的非正式衡量指标 前中国第二号领导人李克强的突然去世震惊了许多人 前中国官员李克强的突然去世震惊了中国许多人 李克强在过去十年间担任中国的最高经济官员 以倡导私营企业而闻名 然而随着习近平主席权力的增加 他失去了很多影响力 李克强的去世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超过十一次的关注 许多用户表达了他们的哀悼之情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日本驻华大使馆也表示了哀悼之意 李克强曾被视为前共产党领导人胡锦涛的潜在继任者 但由于需要平衡党派之间的关系 他并未被选中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享年68岁 外交官 中国前总理、经济高官李克强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68岁 李克强在2013年至2023年期间担任中国的第二号领导人 并且是私营企业的倡导者 然而在习近平主席上台并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后 李克强的权威受到了很大限制 在他的任期内 习近平增加了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 加强了对科技和其他行业的控制 并呼吁经济自力更生 这导致外国公司感到不受欢迎 私营部门的影响力减弱 李克强在2022年被从执政党的常委会中除名 习近平则自受第三个任期的党主席打破了传统 李克强的去世正值中国面临经济挑战的时刻 如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和经济增长放缓 对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的反应 雅虎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了 李被认为是自由市场的支持者 以倡导若是群体而闻名 然而 许多人认为他无权无视 被习近平主席所掩盖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李的去世将进一步削弱 他在党内的支持者 因为习近平可能不会容忍 利用李的去世来反对他的领导 李克强逝世 心碎离世 彭博社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享年68岁 以利用替代指标 衡量中国经济增长的李克强指数而闻名的李克强 他的职业生涯因共产党内权力斗争而被打断 尽管担任总理职位 但由于关键机构受到共产党和习近平主席的控制 李克强在引导经济方面几乎没有影响力 李克强的去世标志着一个充满 未实现报复的政治生涯的终结 复告 李克强 BBC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在上海度假期间突发心脏病 享年68岁 李克强曾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号人物 以其务实的经济政策和关注减少贫富差距 提供可负担房屋而闻名 尽管最终被习近平主席边缘化 但李克强在中国公众中仍然很受欢迎 他从2013年担任总理直到今年退休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带来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因心脏病去世 享年68岁 李克强曾被视为中国未来的领导人 但在习近平主席上台后 他逐渐被边缘化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 他曾担任中国的第二高职位 但在中国最高领导层中越来越孤立 李克强的去世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个温和的声音 使习近平主席能够行使更多的权力和权威 虽然李克强在中国以外 最为人所知的 是他提出的李克强指数 这是一个对中国经济进展的非正式衡量指标 但他在中国的影响力比这个指数更重要 李克强的去世震惊了中国许多人 许多人表达了他们的哀悼之情 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日本驻华大使馆 也表示了哀悼之意 李克强的去世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 他曾被世卫前共产党领导人胡锦涛的潜在继任者 但由于需要平衡党派之间的关系 他并未被选中 习近平主席的上台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 使国有企业主导地位增加 对科技和其他行业的控制加强 并呼吁经济自力更生 这使得外国公司感到不受欢迎 私营部门的影响力减弱 李克强的去世正值中国面临经济挑战的时刻 如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和经济增长放缓 对于李克强去世的反应 有人认为这将进一步削弱他在党内的支持者 因为习近平主席可能不会容忍利用李的去世来反对他的领导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消息吧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孩子都可以通过电邮 封를封接 我 我 我 不足 感谢观看